冬水是講這個 顏色 還有聲音 招財的話 最好就是 鏡子是不可以亂放的 share在這裡 人家一進來 送錢給你 你就馬上跌錢 水啊朋友 今年也是病位和黑仔 大家好 我是金鈴 開了新店之後 一直都沒有正式和大家參觀過 所以我一直打算拍一條影片 是講一下我的新店的裝修 Room tour 去介紹一下 所以今天就會和大家 去參觀我的店 我還邀請了一位特別的嘉賓 一樣都是我想做很久的事 也是我覺得大家會很好奇的 就是找一個風水師來看店的風水 究竟在我們沒有經過諮詢風水師的情況下 裝修出來的店 會不會有很多他覺得不應該做的位置呢 出發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了的話 記得按鈴鐺 才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新片的通知 好 現在就來到荔枝閣的長城工業大廈 上來九樓就會看到雲石地 來到最入面的一間二號房 就是我們的店 今天請了一個特別的嘉賓 我們邀請他出來 就是Tasha 她是一個90後的風水師原學家 之前她也有上來我們看過一次 也說了一點點 一進來 連門口的數字她也有說到 來到我們店 大家應該覺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拱門 其實拱門 本來我是打算放在門口這裡 因為我之前看店的時候 一打開門就會看到整間店 我覺得好像要有東西隔著 我純粹我不懂風水 純粹感覺上好像有東西隔著好一點 我本來打算放拱門在門口 做一個小小的屏風 但是因為這裡有一個消防喉 師傅說不可以改消防喉 那就不可以改消防喉 所以她建議不如弄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本身是有一條柱的 那條柱就延續了下去 就變成了拱門 所以弄出來的實物就變厚很多 本來這裡第一件東西進來 裝修師傅說 進來打開門口看到窗就不太好 所以她建議我們說 這個位置可能弄大板 遮住窗 想了很久之後 我們最後決定 不如轉做一個窗簾 去解決這個問題 本來想弄一個打卡位置在這裡 但都因為空間所限 我覺得沒什麼storage 所以就沒有弄到 就最後變成了這個模樣 這個其實是我的工作區域 因為後來弄完拱門之後 我發現好像少了很多收納的空間 還有沒有一個可以一起工作的空間 或者給員工合作的空間 所以最後就弄了一個小小的格子 在櫃區區區分了一個工作區域 那員工在這裡做cachilla 之餘也可以在旁邊那裡 除了拱門之外 就是整個地上 我都是鋪了一個 類似木地板的pattern 那我自己都挺堅持的 因為本身其實它的顏色是灰通一點的 我看到旁邊是沒有鋪 其實都簡潔的 但是我就喜歡旺透一點 好像少少韓式的感覺 所以我就鋪了地板 所以我就是想問一下 Tasha 你覺得暫時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風水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 例如洞門的號碼 還有這個廣門 對 先說廣門 其實廣門它好像一個墓碑 其實我們一看就知道了 風水學來說 這個叫廣門站 也是代表招音 也是很容易病的意思 尤其是努力七條蛋 是特別容易招音 他有沒有說什麼可以化解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東西可以抵擋到他 如果是的話 有人就說放麒麟 不過我就不會放 因為第一 麒麟它是神獸 很容易會傷到別人的身體 那是否我建議 你沒有辦法 難道你才會拆掉它嗎 不可能的 所以建議就是找一塊板 或者你找一些漂亮的東西 例如遮住一半 前後都要遮 你一定不可以說換 因為其實是有相似的地方 第一 我門很容易病 黑仔 然後門口的號碼是2 2 如果是中國術數來說 也是代表黑仔 病 我以為是四字才有 當然不是 四反而是很好 四是在那 對呀 我的四是我的幸運號碼 代表文昌出名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我以前 人們很不喜歡四字 我經常覺得 我反過來 然後我很喜歡四字 因為學號也是四號 然後我Email也會特意加四字 但我不知道原來在風水上是好東西 好東西 你看看你的燈 這裡有四盞 我為之一組 也代表名氣讀書 這些數量都有關係 全部有關係 包括美國招牌的關係 招牌有什麼 招牌是不是有一個6 對 對 2 又是認了2 門口的2數 如果我說剛才一開始進來門口 因為我們沒有弄到一塊板遮住窗 用一塊布遮住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你不要以為用一塊布遮住 你想想 窗是有光有能量的 一有光射住的話 能量就會擴大 所以是沒有用的 最好是要找一塊板的 因為本來我們選這個單位 特別之處就是 它其實兩邊都有窗 那邊其實都有窗 所以本來我覺得好像會很光亮 我喜歡光亮的地方 但是我沒想過原來 其實你打開門看到窗也不是一件好小 Cashier在這裡 人家一進來 送錢給你 你就馬上跌錢 就是財來財去的跡象 有聽過人家說 買那些葉燈 等這個方圍好像正能量一些 但是這件事有沒有幫助 鹽燈來講是正化的 正化你要放在對位 因為鹽燈是黃色的 如果你放在病位的話 那就更加病 病位真的好像今年的正北位 東南位 我每年不同 每年不同 所以一定要放得很對 最好就放在你本身白節的命主位 我本身白節 對 就是放在你本身白節的某些地方 為什麼是我的 你是不是老闆 真的老闆 對 對 因為我在想 是不是要放在這裡 長期會在這裡的人 還是要放在老闆 我知道的就是 因為有些風水才分了 看你店鋪 還有看你家 我就不知道 是因為根據你地方不同 而有不同的財位 還是根據那個人不同 就有不同的財位 有兩種擺法 笼統一點的就是 流年飛星 可能今年的財位 就是正西位 很多人都叫你放正西位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放 我就是要針對性去幫你放 就是要對正下藥的 你不可能每個都是正西位 我會用你的八字 再找你的財位出來再放 那鹽燈有沒有說要放在哪裡 其實鹽燈最好就是放在自己八字 那個日主位 就是譬如 你五行是屬火的 你是屬火 你就放在火的位 譬如正南鹽是屬火 那是水 那你放在正北的水位 但是今年有一點點麻煩 如果是屬水的朋友 因為今年也是病位和黑仔位 在正北的 所以你放黃色的東西 因為五黃 你就引動了病和黑仔的東西出來 我建議是不要放的 那如果財位呢 財位的話 如果你的財位就會在正南面 今年非常之好 因為除了是你的財 也是今年的貴隱位 也是人類的 如果你需要來的 你可以種植物 橫紅色 橫紅色 紫色 都可以 說起植物 因為以前的人說 舖頭一打開門 就會看到生的植物 就是花那些東西 但其實我聽人說 不可以放假的植物 因為會好像有假桃花 所以家裡就不要放假植物 但因為他們又很怕會有昆蟲 所以我們舖頭經常都有很多假的植物 所以我也想問 會不會有影響 就是放一些不是真的植物 是不是不行的 首先 你家裡就不要放 OK 但如果你說 在這個辦公室 或者在店裡 可以放的 因為始終 假桃花也是這樣 你做KOL也都需要桃花 對不對 下次來真的 那你就很忙 你知道嗎 我真的假 我第一次聽 其實假桃花也好 那你假桃花 你做這一行 你認了 對嗎 對 如果你認不到就很麻煩 我喝了真桃花 哈哈哈 桃花屬於人緣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粉絲 這些都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不好 如果你在店裡放假植物 但是最好 如果你想吹旺一些東西 就一定要刪 一定要漂亮 第一 還有不要讓它有蟲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讓它有蟲 你滴那些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一些漂亮的位置 所以我其實經常都堅持 跟我partner說 真的要放真的植物 我聽過很多人說過 好像感覺會旺一些 會的 會的 計算出來 跟實質上做出來 唯一一個最大的一個落差點 就是 我想說這裡的燈光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不知為什麼 這邊會暗一點 那邊光很多 就是因為其實 這邊只做了 一二三盞的特色燈 還有一排的射燈 那邊就做了六套的射燈 那一開始我們就以為 這裡有三盞燈都已經夠光了 但誰知道原來這些特色燈 是不夠光的 所以一開始 我們店舖還沒開 還沒放這個衣服之前 其實沒有人知道我們做衣服 有時候在門口看到的人 要是我們開咖啡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 小小的計算錯誤 我沒想過這邊會那麼暗 所以我們經常做直播 都會在那邊做直播 題外話想說 我覺得這個櫃我買得很划算 在IKEA那裡 剛巧看到一些顯示器 然後還要很好用 因為它有很多個格格 我是很有系統的 分到所有的貨品 最近就是客人拿貨的位 就是有些會上來拿貨 那才放了我們隨身物品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個也是很划算的 我是去那些二手市場 然後買了一個200元的電腦椅 大約好好坐 又很新 還要送過來 然後這些是我以前舊舖的 一個即應即有照片 貼了在那裡 然後貼完之後我又覺得 整件事很溫暖 很開心 然後這裡就是 Cashier 那我先問問Tasha 你覺得這邊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怕會不會說 整完這個 其實本身這裡有很深的空間 好像會不會小了 不會的 其實反而我覺得這樣也更加好 因為你這裡收錢 對 其實Cashier收錢 最好就是有些彎 這個其實剛巧得很好 真的嗎 對 因為這裡是會有氣聚下去的意思 對 你收到氣 不過也沒有用 你的窗在這裡 對 你會賺到錢的 不過也會寫得很多 即是儲不到錢 對 那這些燈光 會不會讓客人覺得 買東西又不舒服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好 你的燈光 因為第一 你們是四盞 還有 我看到有些罩 最好你找一些 燈是很重要的 你要找一些罩 對 就會留到客人的意思 射燈要看看你是不是很白 如果很白的話 是不行的 其實這些都不算白 其實你的射燈是偏黃的 對 會給別人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這是風水的東西 當然 風水是說這個 感覺 顏色 還有聲音 你想想 如果是星沙 我們所謂的 也有氣味的衣服 我想跟你說氣味 我是特意買了很多Diffuse 因為我本身都很介意味道 所以我那邊就買了很多Diffuse 你不要找一些超香的 因為味道 也會有招材 招人員 不同的招材的話 最好就是木味 木的味道是用來招材和淨化的 招人員 桃花的話 就是Rose 第一是Rose 第二的話 就是天竹葵家 不貴 第三就是伊蘭伊蘭 我都聞到一些香味 是不是你噴的香水 我每天都有塗 不是香水 我從來不塗香水 因為香水沒有那個功效 它只有滲味 如果你想有一個功效 因為是純天然的東西 蒸油 你可以塗一些給身 哦 蒸油 又或者可以用那些東西 來噴整個房間都可以 而且你知道 你招材不僅要淨化 雪木是本身有淨化的功效 因為你不知道那些客人來到 我不是說是不是那些陰邪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負能量 明不小心會黏在這裡 很重要的 而且加上這裡這麼吸鬼 你明白嗎 你個拱門 不過最好是淨化 因為淨化 財運是更加好的 哦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這邊 店鋪整完拱門 其實我的後悔點 就不是我不懂風水 沒有想過風水問題 但是我就是覺得 其實它會佔了一部分空間 因為本身其實這裡可以放一些stop 所以化解的方法 其實本身就是可以 再鑽個洞去入箱 這樣做一個櫃在這裡 其實拱門如果再有收納空間 就會可以再傳多些貨 大概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都是很簡單的 選了一些我覺得幾modern 我喜歡Style那些的衣架 就放了在這裡 放了一些畫 我自己很喜歡 放一些畫在office 這邊就是跟衣室 而且這個鏡因為多了出來 之前舊店拿過來的 就放了在這裡 但是這次新店 就買了一塊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用來打卡的鏡 但是就因為沒有位置放了 本身打算放在那邊 但是沒有位置 所以最後就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多些人看到 因為我很喜歡這塊鏡 是一個波浪的鏡 幸好你的鏡沒有放在那裡 真的嗎? 不要玩了 你想想你放在那裡 這裡的拱門本身已經吸入 你知不知道鏡是不能亂放的 是啊 如果你想一下 這個拱門已經吸入 然後你再放一塊鏡在那裡 就是多了一個拱門有這個 不是多了一個拱門 你就超鬼入屋 就是門口不能入鏡 當然不行 真的 是很開心 證明你也是走著玩 哦 我純粹靠直角 我覺得純粹進來的感覺 好像這樣放會舒服 我們都想過很多位置 但是最後就這樣決定 而且以前聽人說恐怖的東西 酒店的鏡是有什麼靈魂出入口 是不是真的? 不只是酒店 其實根本鏡就是 所以你要放個位置 我看到有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傻傻傻 可能有個暈問題 他們會放一塊鏡 無緣無故地就對正大門 是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你拱門也不行的 波浪營本身是屬於水的 是啊 我送水 麻煩你 波浪營的話 亦都是代表 你諮詢 即一些溝通 銷售東西 你現在是賣貨 所以要流動性很強 所以水的話 是非常之好 哦真的嗎 哦原來是 那你就知道 你想買貨出去的 你要銷售的 你的同事 那他們是不是要 非常好的口才 是啊 是不是要很好的溝通 因為水 這些形狀是代表溝通 啊 銷售東西 那很適合 如果是做一些銷售 那顏色上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 這個是最基本的 跟任何一個人說 都一樣 如果你們不懂風水 你不要搞一些 突然間又藍又落 然後混合式 不要 你寧願整個通是同一顏色 嗯 是的 如果你真的要再挑轉一點 你就真的要找我 因為呢 其實我聽人說 我的熟性是好像缺金那些東西 所以呢 其實我用了少少金屬 這些位是用鋼鐵 還是這些都是用金色 那就沒有用木那種 所以我不知道有不關係 有關係 不錯啊 那畫那些呢 我覺得是抽象 我已經看了 有些聚財畫 但是這些絕對不是聚財 不是聚財 因為我那一刻 我告訴他 是油畫 但是聚財的油畫 有些水 然後三明海獸 總之很漂亮 放心 不是很噁心的 不是很噁心的 OK 可以漂亮得來 人家不知道你放了風水 對 之後呢 這裡就放多了一張梳化 告訴你 這個是屬於心形梳化 你一看就知道 對 心形是什麼呢 是屬於火的 我可以說 那就是水火沖 水火沖 不用怕 水火沖 看看你用什麼 如果你想一些火 快點散出去 那你當然要水火沖 有些東西 很明顯 真的嗎 水火雙沖 哇 形狀都是風水學 其中一種 雖然你想些火快點散出去 OK的 繼續放在這裡 水火沖 Tasha在這裡所在問 因為上次我記得你來的時候 其實感覺是OK的 我想問你整體的感覺 其實如果說整體的感覺 除了我廣門 我不是那麼喜歡 之外 不錯的 是會讓一些人 想繼續逗留 舒服感 還有最好 如果是的話 想招材 麻煩噴多些 剛剛我所說的 那些 木的精油 而且要是純100%的 風水是包括整個環境 令到你舒不舒服 很重要的 風水就是一些能量 大自然 又或者環境學 的東西 很多因素 最後想回你 剛才有說過 走廊 其實我們店鋪 就是你打開玻璃門之後 你要再轉進來 一個長長的走廊 到盡頭才是我們店鋪 走廊其實沒什麼問題 只不過如果你的走廊是路沖 就是很長很長的話 就會很好的 是嗎? 因為有這樣沖 沖才過來 很明顯這裡已經沒有路沖了 看到嗎? 因為有一間 兩間 三間 四間 是 已經可以了 這個長度我們非常夠路沖 你門口對著那麼長的話才叫路沖 我以為這裡好像很遠才進來 會不會有人找到我們 然後我怕 感覺好像很偏僻 但是我以為沖是一定不好的 沖不一定不好 看看你怎麼用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風水學要化沖為用 因為我看到另外一間店 它那裡有一點點對著電梯 反而對電梯的話 看看你做什麼行業 如果是做零售 買衣服 這些化妝品不要搞 很容易會有是非 口角 損傷 還有官非 但是我看到它只是弄了一個屏風 擋住門 一定要弄 那裡我有看到 一定要弄 不弄很嚴重 下次如果你再搞大一點 或者要開分店 之前你要找我去看 風水不是說我租定了 然後你過來幫我擺震 其實最好你是找一間風水店 其實放一點震已經好 或者不放震已經好 因為適合你 比如這個風水很適合你的 其實你不需要放震 其實已經好 今天謝謝Tasha來我的頻道 去講一下風水 因為真的好奇了很久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follow Tasha IG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